是小羊 这批小奶狗是昨天买的 今天第二天了 今天来看一下他们情况怎么样 把这个门拉开吧 这样子就好看多了 今天早上过来看的情况应该还是很满意的 个个从事都还可以 只要他们叫得厉害了 就表明他们情况很好 现在喂他们 这个是白粥 来来来 喂白粥 就放一点吃料给他们 快点过去吃 这个能不能叫 快点过去吃 走走走 这么小的小狗不能让他们吃油腻的东西 最好是喝粥比较好一点 再没另外一碗 来来来 只要他们都抢着吃的话 就表明情况是很好的 哪个不吃的话那就出问题了 小狗刚要回来 像这么小的小狗 一定要喂 白粥是最好的 不要给肉 不要给油 不然小狗消化问题 的话那就麻烦了 花钱也 自不回来 像这种你看这么小 就是还是要么的喝粥比较好一点 过去吧 叫 我来给他们木板来 弄碎 自然他拉屎在那边 来来来 喂粥的话 只要他们吃 吃饱的不要紧 因为粥他们很容易就消化掉了 不至于说他们肠胃出问题 这一窝比较漂亮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就感觉就不咋样了 这批小狗 现在还看不出来 等再过各 一个 各把月的话 就然后分裂出他们的品种 看这个小狗很怕 在这个网上面 很怕高 这么怕高 来到里面吃 叫那么大声 看来他们第一次吃那个饰料不怎么适应呢 还是 等下再喂一点鱼汤给他们 鱼汤的话 他们就比较感兴趣了 看这一窝 能买到真的是很幸运的了 之前在狗市上卖的这种狗 最起码150以上 可能是 狗再降了吧 小狗也跟着降一点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明天继续看他们情况怎么样 小狗最重要的就是前一个礼拜了 如果一个礼拜都安全度过的话 后面就比较好养了 好看 明天继续看